Leo聊四季 天地龍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伯恩帝哥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 這邊是選擇了伯恩帝哥人 伯恩帝哥人最大的特色呢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進行下一個時代的經濟升級 例如黑暗時代就可以點下1級農級木 到城堡時代可是可以點下3級農3級木 所以讓他這個經濟來說 可以提前對手一個等次 而且他升級經濟科技的時候 也有這個折扣的減免 讓他這個點經濟升級的壓力會更小一點 那伯恩帝哥人後期呢 還有這個伯恩帝葡萄園 可以讓自己的黃金慢慢的再從農地生產 所以伯恩帝哥人後期 黃金也是基本上打不太乾的一個文明 那伯恩帝哥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是他這個馬舊科技有半價的關係 所以可以速成遊俠 讓遊俠只要半價只要756 再加上大約400多黃金或300多黃金 就可以點下了 那伯恩帝哥人呢 主要還是打火槍、火炮、遊俠 還有槍兵、步兵單位為主的 工妹路線雖然沒有到說不能打 但還是比較適合 打騎兵跟步兵還有火器單位 會比較適合伯恩帝哥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馬攻單位呢 攻擊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騎兵單位 這個肉馬呢 還有草原騎兵 到了城堡時代開始 就有這個血量加成 那肉馬的部分呢 則是要點下清騎兵之後 才會有血量的優勢 那蒙古人的比較特殊人 6 是他打獵的時候 吃肉的速度會更快一點 所以在一些特殊地圖時候 蒙古人的踩肉速度是非常誇張的 藉此可以打出很大量的優勢 那蒙古人的其他的單位呢 算是普普通通 不太能用的 那蒙古人呢 他的騎兵 還是算OK的 雖然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草原騎兵跟肉馬 都可以升級 而且有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雖然沒有三級馬鎧 還是可以打一個騎兵路線 那主要還是打蒙古突擊 是為重點的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來看到左邊有一塊金晃 果子在下方 右邊有石頭 附近的部分則是中間有一塊 後方有一塊 那還可以接受 因為有一塊在後方 待會如果被控金的話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整體而言至少有60分及格 甚至七八十都有可能 那來看伯根蒂這邊 伯根蒂這邊這邊則是黃金 左邊是石頭 後面有果子 那兩塊附近都在後方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他的後期 可以穩穩的農上去 金晃也不太容易被控住 這個地圖至少也有七八十分 兩邊地圖狀況其實都還不錯 都算是一個很好圍 而且資源分布 都算是一個偏安全的位置 只有蒙古這邊比較差一點 腹石跟腹筋都在外面 這時候蒙古人已經點下了封建石耐 這邊是打算要開兩棒棒 然後去騷擾 這邊不太可能去打三棒棒 因為蒙古人打三棒棒的話 那馬上就打臉了 三棒棒的話其實蠻拖經濟的 甚至會拖到自己的肉碼開局 所以比較常看到是兩棒棒 然後不會轉裝甲 那如果是三棒棒的話 就會轉裝甲步兵了 那蒙古這邊肉碼轉弓兵的路線 可能就會被延緩一點 那蒙古這邊已經把 蒙古地人家裡探得差不多 這時候想要往右走 這裡但是也很快就補下了自己的圍牆 結果發現又扁擊鬼死 沒有辦法正面突破 開始打起了木牆 這邊已經升級好了裝甲步兵 升的速度非常高速 這裡直接修木牆 而沒有補下自己的房子 後面這邊則是野了一個射箭場 野射箭場 太狠了 直接潛壓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裡沒有轉肉碼 而是直接轉弓兵 也算是滿銜接上自己挖金礦的村民 那我覺得這個開局方式 比裝甲轉肉碼 更有殺傷力一點 這邊村民會有出事嗎 拉兩村還可以 火關店這邊則是肉碼開局 而且DC也沒有去解掉 後面這邊的攻勢 而是把這四隻肉碼往前派了出去 那加里待會再補個射箭場 轉出毛病 結果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被進攻有點危險 哇還是被打破了 這邊伯恩蒂 防守出現一點失誤 伯恩蒂這邊 玩家是Valens Valens也是 我們頻道中常常出現的高手 他最近是比較少出現 沒想到他一回來 就遇到了也是之前的高手 米亥 米亥之前分數也是高達2700分 這一年比較常在2400到2500之間徘徊 看到米亥這邊是肉碼開 不是肉碼開 雙甲步兵開之後轉工兵 工兵有點被抓爆 伯恩蒂這邊很聰明 用自己的肉碼去截斷後方工兵出來的資源 這邊直接放棄 繼續守這個果子區 這邊工兵過來了 怎麼辦 雙甲步兵 跟肉碼要上前應打了嗎 這邊拉他村民助陣 這裡他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要來跟對方大爆打一波 但是這裡有一隻村民有點殘血 但是米亥這邊是沒有辦法 攻擊殘血的村民 原部隊量已經變得太早了 這邊肉碼原地開打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OK 這邊肉碼大勝利 撞掉步兵損失慘重 這個野射箭場 可能要按更多槍兵 才能守住 不然 可能待會也沒有辦法 繼續生產更多的工兵了 不然家裡就要再補一個工兵 這個射箭場會更好一點 好 但是博光地人這裡 並沒有要轉出大量的毛兵 其實有 他產的蠻多了 但是他這一產毛兵 是沒有要潛壓 而是先守住自己的金礦 人準備要來想要升 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肉碼再上前 戳一下 戳死了一隻肉碼 結果沒有擊殺掉任何一隻村民 這邊毛兵擋得非常及時 擋住了蒙古這邊的工兵騷擾 這邊第一時間被逼退了回去 這邊肉碼想要在後面斷肉嗎 這個斷後有點困難喔 因為血量太慘了 而且沒有一擊馬卡 擋不太住這邊工兵的傷害 這邊肉碼回救一下 按了一隻槍兵 第一時間用毛兵攻擊對方的弓箭手 弓箭手數量只剩下四隻 但還在這邊 用B陣閃掉毛兵的傷害 但可能快閃不掉了 剩下一隻的弓兵 但這邊長槍兵也是做到很多事情 戳掉了非常多的肉碼 這邊穩穩的挖了狂金 升到了城堡時代 龍吾這波的攻勢 但是並沒有讓伯冠帝受到任何一點傷害 反而是守得非常好 魔鬼人這邊是有點小傷 肉碼出的有點太多 我會買賣一下 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這邊由於投資太多的單位 伯冠帝這邊有點鬆懈了 認為對方不會再繼續產兵 反而是繼續產兵 然後靠買賣升到了城堡時代 哇 這邊前封建大戰打得很精彩 好 待會伯冠帝人 待會也可以在城堡時代 直接升級為自己的騎士 變成重裝騎士 拿來使用 重裝騎士 本來應該是要地龍時代才可以研發的科技 但伯冠帝人可以提提提研發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血量來說會比一般的城堡時代騎士更弱一點 那如果變成重裝騎士的話 血量就跟一般的120D寫的騎士一樣 好 騎士1出來 還沒有升重裝 這邊上高地 好 弓冰這邊射騎士很痛 哇 直接送掉了 第一隻騎士 第二隻騎士可能也會被送掉喔 好 那伯冠帝人這邊剛剛被斷進的關係 所以黃金喔 並沒有這麼的多 而且他黃金也在前面 哇 看這個地圖 黃金在前面就是這麼的難受 正常挖都很困難 想挖附金 結果還被對方針對 好 這邊可以考慮前面蓋一個城堡 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或是這邊 但他決定要蓋在農田的地方 順便手下自己的祖金 蓋的位置很保守 好 茫木這邊點一下了槍 草原騎兵喔 草原騎兵血量可以到98滴血喔 其實蠻多的 但是草原騎兵喔 要注意一點是他打不太贏騎士的 因為體質來說也是 比較容易打出騎士的 但他有這個義工的傷害優勢 可以讓自己的大量的草原騎兵 同時集火一隻騎士 所以如果騎士的數量太落單的話 可能是沒有辦法反擊回去草原騎兵的 但如果平平數量一樣的話 草原騎兵是打不太贏的 草原騎兵黃金招架也是騎士的一半 所以待會看要把我轉一些勝率喔 也是嘗試招搶 讓對方不要攻擊圍牆的部分就好 不過地人這邊直接轉出了馬上輕重兵 哇 那馬上輕重兵打草原騎兵喔 其實效果很不錯 這個瘋狂打帶跑 可以打出蠻多的戰果 好 這邊有少量的草原騎兵衝到裡面 這邊把資源點圍一下 變成馬上輕重兵的數量有點太少 果然打草原騎兵效果很好 好 這邊的部分 則是按下了更多的馬上輕重兵 數量越來越多囉 五隻輕裝兵 他號是3TC開農 但伯恩帝人這裡是沒有優先點下三級伐木的 好 紅虎這邊則是點下了帝王實彈 好 馬上輕重兵 撞到了非常大量的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數量夠做 是可以反制回去的 好 結果這邊有少量的肉馬 穿到了農田裡 哇 這個伐木區直接被弄爆 紅虎這邊稍微被砍到了一些老頭 正面有點潰敗 哇 這個要送光了 好 這邊蓋一個城堡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蒙古這邊 應該是有看到 好 蒙古決定也要來全壓了 已經點下了帝王實彈 蒙古這邊是 單TC 樹上帝王 五十四匹 他想要來一波 不成功變成人 那這一波能不能成功呢 好 趕快一場巨型頭司機 不過第一 這邊 可能也要稍微斷村 或是要花更多的資源去守住 不然就是用大量兵直接衝 蒙古的家裡 好 這裡有點危險喔 快被挖穿 3 2 1 衝進去了 哇 木頭被挖穿很傷 正面的巨型頭司機也在開拆城堡 結果這邊馬上 輕鬆兵大量的直接衝到了後方 巨型頭司機第一線被拆掉 蒙古這一波的攻勢有點尷尬 他不應該把這麼多的草原騎兵 往前派的喔 結果讓伯恩帝有這個機會喔 打到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直接被城門給圍了起來 好 這邊有更多的草原騎兵補了過來 但馬上輕鬆兵的威力實在太強 草原騎兵有點扛不太住 好 這邊血量有點慘喔 最好是撤退 這個要退了 這個太慘了 趕快收到城堡裡面補血 要不要點個草藥治療 不然這個血量太慘了 那伯恩帝這邊很窮 沒有辦法去點這個科技喔 好 那兩台巨型頭司機開拆 那應該是能解的掉 這一棟城堡 伯恩帝這邊要夾住 壓力真是很大 按村民宿來說 目前是伯恩帝人 102村對上蒙古60村喔 村民差距約為40村 好 這一波換一家 馬上輕鬆兵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雖然這個數量馬上輕鬆兵 回頭打是有機會打贏的 但是竟然可能要上高地喔 好 這邊想要再來拖鑽一次 但是這邊村民圍得很快 直接把三台巨型頭司機給圍了起來 好 這邊上高地之後 也沒有立刻反打 這邊要再嘗試反打嗎 上高地回頭打一下 能夠打得贏嗎 但草原騎兵這邊後面的攻勢 實在太強大 草原騎兵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兩邊都有點受到傷害 但草原騎兵的數量還是有優勢的 好 更多草原騎兵直接衝到了 博文帝的農田後方 蒙古人這一波草原騎兵Rush 做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好 這邊草原騎兵終於解決掉了 又變得馬上輕鬆兵的威脅 博文帝人這邊壓力非常大喔 目前只剩下移動城堡 由於只有一個城堡的關係 馬上輕鬆兵的量產會有困難 馬上補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可能還是要轉一個帝王遊俠 不然正面快要扛不住了 哇 這時候草原騎兵才點二攻喔 這個有點慢喔 但沒有關係 這時候有補 我記得補就好 那現在蒙古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把三攻點出來 然後把這個金瑞也補下 然後數量上 不要低於三十隻的草原騎兵 會比較安全一點 三台巨型頭司機開拆 哇 結果還是被解掉了 這裡馬上輕鬆騎兵 打巨型頭司機的速度太快 草原騎兵的數量有二十幾隻 但他這裡不能忍 直接拉了二十幾隻的 十幾隻的草原騎兵往前衝 拉了一半過去打後方 左右開攻 哇 這裡又有少量草原騎兵 戳到了後方的伐木工 好 但是重裝騎士已經出來了 哇 重裝騎士的坦度還是比較猛 好 家裡草原騎兵 預備拖了回來 馬上輕鬆兵 回家 有要繼續打嗎 好 那有重裝騎士的話 伯伯町的正面就能打得贏喔 畢竟馬上輕鬆兵 只有地下很痛喔 接下來傷害都是只有八點傷害而已 所以不太適合一直打正面應戰 那騎士的話就沒這個問題了 怎麼打都是十四攻 直接多人馬上輕鬆兵的續戰 六點傷害了 好 魔武這邊由於是雙TC 慢慢濃的關係 肉量還不是非常充足 將補下第三個層身中心 但村民處已經差距到123吋 打上77吋 村民差距約45吋左右 好 這邊直接用自己大量的騎兵 並拆掉城鎮中心 手撕TC 好痛 活地人這裡還是城堡實在 城堡打帝王打了將近十分鐘 還在撐 好 這個城堡感覺是 休不太回來 這裡要棄手嗎 好 補下了更多的馬舊 就是有更大量的騎兵在後方 進行拆除作業 想要把五個生物給打出來 哇 這五個生物被打噴的話 蒙古的經濟就會有點小傷喔 好 這裡還是拉了很多草原騎兵回來 正面的騎士就可以出動 但是正面的蒙古已經開始足成戰法 把這個高地圍了起來 讓騎士沒有辦法正面衝鋒 後方騎士則是往後拉 哇 結果這邊有無三桂 幫對手開門 哎呀 蒙古這邊損失慘重 這個有點像我最近在打這個戰役直播喔 無三桂村民阿 蒙古這邊表示 我們之間中出了一個叛徒 蒙古這邊點下了三弓 我剛剛在想剛剛那句話會不會出事喔 應該沒問題吧 蒙古蒂爾這裡點下了 宋裝長槍兵還有護衛技術 步兵科技也點下了 哇 火恩帝這邊打很穩耶 沒有想要趕快升上帝王 反而是點下了步兵科技 然後轉出了更多騎士 想要到蒙古家裡做騷了喔 那目前村民優勢還是蠻龐大的 後面有大量的農田喔 支撐摩文帝這邊的經濟 還有這邊很多軍事喔 也可以手下到處大量農田喔 好 這邊回頭打一下 哇 重裝騎士的血量有點少囉 這幾波的騷擾 蒙古蒂開始出現了一點 小小的漏洞 讓草原騎兵有機會 各個擊破這些野外的騎兵 好 但這邊已經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正面開打的話也不會打輸了 這裡換成蒙古蒂想要侵壓城堡嗎 但黃金跟石頭可能不夠買110 石頭量也不夠蓋城堡 好 這裡用資源買賣一波 草原騎兵在這高地進行反擊 想要戳掉大量的騎士 有機會嗎 哇 草原騎兵義攻射程 瘋狂激活 戳掉了非常多的騎兵 好 左邊想要蓋城堡 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這邊補了更多的石牆 好 左邊還是有漏洞 能不能 從左邊衝進去了 結果正面直接打破了防護 左邊這個城堡還50% 哇 蒙古這時候補下了二指一射跟化學 可能是要來轉蒙古突起 冠地人這邊轉出了大量重裝長槍兵 想要再上前支援 但這根城堡可能依舊是蓋不太起來 需要更多的城堡到前線來蓋喔 但是這時候也是需要更多的城堡兵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這邊怎麼那麼多衝車 哪來的衝車 這時候有非常多的衝車衝了出來 頂掉了一個房子 右邊這個城堡還沒有被波及到 不管地人這時候拉出了更多的村民 直接前壓ALL IN 衝車衝啊 蒙古這邊能擋得住嗎 好 終於把這個城堡給蓋得起來 來 好 這邊這個城堡 應該可以 他這個怎麼在爆炸 他該不會有幫自爆兵吧 我回頭看一下 唉唷 自爆兵 怎麼會有六隻在這邊走過來啊 哇 直接爆炸 瞬間炸掉城堡大量的血量 自爆兵的實戰 原來是這樣子用的嗎 好 那接下來蒙古沒有城堡了 一個城堡都沒有 蒙古突擊 沒有辦法繼續量產 可能要中間再補一個城堡 對 趕快補一下 才可以繼續量產 這時候蒙古想要打贏波及地人的話 可能要轉一些槍兵 或是駱駝 會更好一點 那現在這個階段 對方有這麼多的槍兵 可能直接轉槍兵 會更好一些吧 不然待會資源可能會不太夠用 但是蒙古這邊經濟沒有空耗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轉槍兵也很困難 可能按蒙古突擊出來 就是最大的極限了 好 但蒙古突擊散很高 打槍兵很快 哇 被戳掉一隻 左邊也戳得上來 我們的這一波城堡打帝王 打得非常漂亮 利用進攻時間 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蒙古這艘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點完之後 馬攻單位 對長槍兵可以再加4點傷害 而且遠方也會再多加2 但這個遠方應該沒什麼意義 因為不關地人這裡沒有任何的遠程單位 不惜作戰 歐一一波 拖延時間 好 那大量衝車也沒有第一時間去攻擊蒙古家裡 而是先把外圍的建築給拆掉 好 發現正面進攻不成 伯根地人稍微往後撤了一下 但是控圖優勢來說 伯根地人有相當大的優勢 這些野晶野礦 都可以讓自己全部挖掉 沒有問題 好 左邊這個城鎮中心 也被打掉這個安全的石頭 副石礦也被控了下來 前面的附近也沒有辦法好好的挖掘 蒙古人這邊會有慘招被斷晶的可能性 哇 這邊有少量洛馬 抓到了蒙古右邊的挖黃劍村民 這塊附近雖然還沒有挖完 還有機會 但是蒙古現在只有單城堡 要量產出來蒙古廚祭實在是很困難 哇 這裡蒙古廚祭過牢了 好 趕快拉到左邊 插一下衝車 蒙古圖祭打工程器單位 有傷害加成了 這裡來了非常多的村民 到了右邊蓋城鎮中心 想要來控制這塊金礦 結果伯根地在上方蓋了一個城堡 但射程不夠的關係 並沒有射到正在蓋城鎮中心 只要點三級射才射得到 但沒有關係喔 待會就會遇到了 好 伯根地人一升到帝王時代 點下了三級的馬拉開 蒙古圖祭開始把衝車給射了回去 這時候蒙古突然打出了聚聚 看來覺得是經濟路後非常多 雖然分數只輸一千喔 正面的野精他也是剛開挖吧 然後應該蓋完城鎮中心看到這個城堡 覺得右邊的基金控不下來 只好打出GG吧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伯根地人這邊獲得非常多的勝利 好 今天上來說並沒有輸太多 那這個能力喔 可能是因為伯根地人這邊經濟並沒有輸太多 畢竟兩個附金喔 都在自己的家裡喔 所以讓他可以爽爽的挖 讓他沒有後顧只有瘋狂的大爆挖這些黃金 然後祖金呢 則是結束之前喔 才在正式開始挖 雖然他沒有點下伯根地葡萄園喔 但自己的黃金量還是很充足 這也是龜公魚喔 他地形真的還不錯 所以讓他可以慢慢挖掉這些黃金喔 那蒙古這邊則是地形有點差喔 這個石頭這邊被控住 黃金這裡也不能挖 附近的部分只剩下這一個 然後剛剛還被繼續殺掉 野獎的部分想要開挖 結果還被抓了個陣子喔 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蒙古中間那坨草原奇變 確實打出了他的這個戰術來喔 那後續執行力來說 還是伯根地人喔 這邊是有點成功的關係 造成自己經濟沒有被守下來喔 那如果蒙古剛剛這個城市中心 沒有被伯根地硬拆掉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欸 被嚇死你了 欸 被嚇死你了 被嚇死你了 我被嚇死你了 那是否是先弄 경機 那是你那個是否這特殊的 頭皮 摩死我了 在我身上講